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另外一期的《黄冠散打2.0》 今天就是6月3日 时间真的很快 2024年已经到了6月份的时候 今天就想跟大家谈一下 两个都和一些经济数据相关的话题 过去我也多次说 其实我们是看宏观经济的一些数据的分析员 看宏观的数据 因为第一他们有时间的差异 还有很多宏观的数据都是一个很大的数据 意思是说它可能是在捕捉很多不同的资料 资讯去结集成为一个数据 希望一个数据可以反映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东西 这个想法也不能说是错的 但是呢 问题是有时会太过于简单化了 譬如像GDP那样 它是汇集了很多很多以千万计不同的经济数据 集合了 总结了为一个国内经济生产总值的一个数据 所以它其实代表了整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整体的状况 那你可以说很简洁的一个数据就代表了一个国家经济 但问题是因为这个国家经济涉及的很多moving parts 你一个数据有时可能会过于简单化地去形容一个 特别是很多人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它是会很容易很单方便地 或者贪方便地 就将一个数据就包括了所有 就变成一个以片概全的一个情况 那我过去都说了很多次 有时看宏观经济的情况来说的话 你除了看这些大数据之外来说的话 其实也要真的 真的要了解一下经济整体的运作的情况 还有我有时看这些数据 你也要从不同角度去看 因为呢 特别是我完全明白就是 今时今日呢 我们资讯太过发达 甚至乎资讯太过爆棚太多的话 令到我们有时就好像时间很不够 时间很紧迫这样 看看一些媒体啊 评论怎样说啊 这样就这样听起来 又好像有些谱啊 这样就 直接就照单传收 这个就很容易会出了问题了 因为不同媒体 他们可能 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 有些媒体我们都明白 他们自己本身有些 政治的取向啊 这样子啊 又左右右啊 所以 媒体 他的演绎或者他的解释的话呢 可能是会有些少少染了颜色 所以种种原因啦 所以有时看这些 即经济组具的话呢 其实就真的需要想多少少 看多少少这样 那 所以今天呢 想拿两个例子出来 讲讲这样 因为上个礼拜呢 就 都有几个媒体的 的访问这样 那 有些就提及到 美国上个礼拜呢 就出了 第一季的GDP的 第一个收顶 因为 GDP来说的话呢 也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数据 那些 所以 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 所叫初股 或者初值 OK 一个preliminary 跟着就会有一个revised 一个修订 然后呢 最后就出了一个 就是最终的一个数据 那 刚刚上个礼拜出了 就是一个修订的一个数据 那 那 第一季的GDP 修订的数据呢 就比预期是差了的 最初出根的时候呢 即是第一次预估呢 第一季的GDP增长呢 美国呢 就是说1.6%增长 那修订之后呢 就向下 就改了为1.3%增长 那 而 一些媒体 或者看一些 supporting的数据呢 就似乎呢 向下修订 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呢 就是呢 个人消费呢 也都 在第一季来说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修订 最初公布的时候呢 这个个人消费呢 就是有2.5%增长的 但是修订之后呢 就都几大幅地修订到呢 只有2.0% 那就是由2.5% 变成2.0% 那这个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向下修订呢 所以也都令到 GDP 第一季度的 那个增长也都向下修订呢 那所以就有一些媒体就说 会不会这个数据反映 美国经济好像开始有点失衡啊 之前呢 想着说 美国经济可以一路靠稳 出现一个所谓叫做 软着陆 或者是一个金发锂螺色的经济啊 那现在会不会就是 可能 那个软着陆的情况 不能 或者未必发生呢 这样也都有提及到就是说 这个 JP Morgan 的总裁 戴蒙呢 Jimmy Dimon 在近期来说的话 也都有先后几次 在不同场合来说的话 都提及到 不可以 就是完全 不 不 计算 美国有机会出现一个滞胀的风险 就是如果出现滞胀的话 就会是一个非常差的情况 那但是 就是从我所见到 戴蒙去提及到这个滞胀的 那个 危险 或者是滞胀所带出来的问题来说的话 其实他并没有 给一个百分比 就是他没有说 他觉得滞胀 美国出现滞胀的机会有多大啊 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因素会触发啊 其实他完全没有说这些东西 他只是说 如果出现滞胀的话 这个会是非常棘手 那当然 知道了 所以 我想 这个问题就是 所以今天第一个话题呢 我想讲讲就是这个 就是美国第一季 那个GDP OK 那个情况 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么恶劣呢 那样 第二个话题我想讲讲呢 就是美国的债务了 因为呢 其实呢 其实呢 不少的分析员 经济学家 甚至乎以前的财金官员啊 那都提出呢 就是美国现在那个 就是 债务 那个国家债务呢 就是 一路上升 持续上升 也都是越来越多的话呢 那是一个 就是 要值得关注的一个 一个 一个情况 因为呢 债务呢 就是你不停上升的话呢 那当然对于 就是 美国政府 还债方面 那个财债的压力啊 而这个是因为 这个还债的压力大了 那所以呢 可能在其他方面的 一些政策 需要有一个 cut back 或者在其他方面的消费 需要cut back 那这个对美国的经济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啊 支持了你支持这样 那 那当然是 如果美国的 就是 这个国家债务 是不断是 高速地 失控地膨胀的话 那这个当然是 毫无疑问地 是会非常之大惡啦 那但是美国的 国家的 就是负债 是不是真的去到一个 这么恐怖的地步呢 就是我想 是不是真的需要 拿出来讲讲呢 就是我看到很多 这些这样的说法 但是 好像没有什么人 真的认真是 拿一些数字出来 或者看整体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这么恶劣 那所以 就是想就这两个话题 讲讲 因为呢 这些话题呢 其实呢 我曾经提出过 在某一个 就是 电视台 OK 我曾经提出来 喂 我们好不要说 拿一次呢 来讲一讲 探讨一下美国债务 但是呢 他们就觉得 喂 近期好像这方面呢 就不是说 特别焦点所在喔 和这些没有什么时间性喔 那这样 那这个就是个问题啦 媒体很多时候都是 就是想要 讲一些呢 是比较 就是最热门的话题 有时间性的 有时间触觉的 就是如果这些不是说 哇 特别地 就是现在大家都关注的话呢 不是说它不重要 但是大家如果不是很急于关注的话呢 它就没有什么 即时出街的 的价值 那所以这个就是 即是媒体就是这样的 一个玩法 那所以 就是当大家看这些媒体 的消息的时候 来讲的话呢 真的要 多一点点顾虑 过滤 那是 好了 或者我先将 镜头呢 转一转去 我的电脑 因为我也准备了一些图 即是有图有质上的 有时候讲这些话题 来讲的话呢 没有图 没有数字 去讲的话呢 人们就说 哎呀 只有空谈 就没什么意思 那所以就先让我转一转 我镜头 就是看那个图 在图标呢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 这两个话题 OK 好 镜头一转呢 正在看我的电脑屏幕 那这样 那 第一个话题呢 就想讲讲这个 刚刚上星期公布的 这个 美国的第一个季度 那个 GDP 那个增长数字 那这样 那这张图呢 其实就 看回一个比较长的历史 那 未至于去到 这个几十年的 但是呢 由二千年到现在 这个 二十多年的 一个历史 那 首先呢 我想要很重要的就是要讲讲呢 就是上个星期所公布 或者媒体比较多的 就是第一个 第一季的 那个季比的 那个增长 就是第一季和第四季比 就是它是Q on Q 就是和去年第四季比的一个数字 那这张图呢 就看到我 就由这个二千年到现在来计的话 OK 过去这二十多年呢 这个 这个美国的经济季度GDP Q on Q的增长呢 那个平均是2.2% 那 那 公布了第一季呢 那个修订的Q on Q的增长呢 就是1.3% 那当然是 就是比过去二十多年来说的话 差啦 OK 那再加上是 向下修订啊 那就是种种因素 就这样听下去的话 都不是很理想的 不过呢 我想呢 首先要注意的原因就是 第一 这个季度的变化 就是和上一季比较来说的话 对于美国的经济 有多少认识的人 都会知道 美国经济一年四季来说的话 第四季 通常都是最长黄的季 就是特别是那个 经济活动会比较高一点的 但是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第四季有一些重要的 亦都是全年最重要的 购物的一个季节 包括就是这个感恩节之后的 所谓叫做Black Friday 跟着就圣诞节啦 跟着就圣诞节啦 跟着那些人要准备 买礼物过新年啦 那所以第四季度来说的话 其实经济活动 通常都是最活跃的的时候 那所以如果你用第一季 跟第四季比的话 其实你输的机会 就是放慢的机会 就是非常之高的 这个季节性的因素 大家一定要理解 要记住才行 这个图呢 我就没有特意勾出来 或者没有特意 highlight到 过去二十多年第一季的 那那个GDP的增长是什么的 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真的去查查查查查查查 其实在这二十多年来说的话 第一季 那个GDP季度的增长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讲的是 起码超过一半以上 OK 都是会有一个 放慢的情况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季节性的 那个因素 所以第一季 因为你第四季是一个高基础 你第一季给和我高层比,你输的机会就是高很多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一点 所以如果媒体只是发布季济比增长 其实我认为这不是很全面的症状 是特别的连公媒带没有提及到 第四季的机数比较高的情况 如果我们把这个数据转一转 不是用季度去看 而是用年度和去年同期 就是今年第一季和去年第一季去比 就是year on year 不是Q on Q去比的话 情况会怎样 第二个图就是 我也是看第一季的美国GDP增长 不过就是用年度和去年比去比较 这样看的话情况会比较好 因为你看回来说 如果我用year on year 一样是由2000年到现在来计算的话 美国GDP year on year增长平均是2.1% 跟刚才季度的数值不是差太多 刚才2.2现在2.1% 其实是差不多 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计算的话 今年第一季的year on year的增长 是有2.9% 这个数字不单止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亦比过去二十多年的平均数高 所以如果我们撇除了季度的效应来说 其实第一季的数字并不是报道到这么差的数字 我认为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都在看同一个数字 不过是用不同的表述方法 或者不同的一个比较来说 那个base就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是跟一些数字去比较 或者相对的一些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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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相对的什么呢 就很重要了 你一定要是一个合理的 以及一个比较透明的 你才可以有意义的 那样东西是 好了 就像一个这么简单的GDP的数字来说 都要注意这么多了 好了 我们去讲一下美国的债务 或者美国政府的财赤的一个问题 债务的问题 好了 这个表或者这个图 我就在联署局的官方网站 找到这个资料 OK 那这个图 我就看回一个长线的角度 OK 这个呢 就是由1952年 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美国的联署局 有记录以来的整个历史 OK 所以由1952年到现在 这个图现在显示就是 去到第四季 因为这个quartery 就是quartery做一个计算 所以 这里讲的是 六十多 差不多七十年了 不是六十多 七十年了 我听说 就是超过七十年的一个历史 那 他这个图所显示就是 全美国的负债 不只是说这个 就是政府负债 它是全美国的负债 就分开四个不同的种类 包括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如果看那个颜色 那个次序 編排最上面呢 就是呢 所谓叫做 就是州政府 或者地方政府的负债 跟着 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联邦政府 就是联邦政府 就是美国的 就是政府的 所以叫做国债 那绿色的部分呢 就是美国的家庭 就是家庭 其实包括个人的 这样的债务 而最底蓝色的 就是美国的企业的负债 那我想 从这张图来说的话 第一件事 就是可以说的 就是 你看过去七十多年的历史来说的话 美国的总负债 我们看看总负债 其实 基本上 都是一直攀升的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 说回落过的情况 当然这个情况 也不只是局限于美国 如果看回全世界 绝大部分的 国家来说的话 我这样说 它的总负债 基本上 差不多是有升无跌 当然 比例会不同 所以你说 所以美国政府的债务 一直上升 其实不单止美国政府 其他经济体 其他国家的总负债 其实一直上升 中国的不是这样升吗 你看看西方国家来说 日本基本上 基本上 没有什么是例外 老实说 但问题就是 总负债 持续地上升 是不是这么可怕的情况 我过去也说过很多次 你借钱 或者欠人钱 欠人钱 不是死罪 欠人钱的话 也不一定是很不够的 老实说 你有钱如李嘉诚 去做生意的话 难道他真的全是真金白银 拿自己的身家 拿现钱去做生意吗 他也会籌集资金 要是民银行 要是在证券市场里面 可能是籌务资金 所以他也会用他欠人钱 对不对 借钱欠人钱 这不是一个不可宽恕的死罪 你欠人钱 重点就是 你还得了钱 你答应了借人钱 有个定义的话 你如那个定义 你一直 还那个定义 去到完结的话 那就OK了 有借有还上品之仁 所以 美国的负债持续上升 但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你借钱之余 更加重要的是 你是否可以承担得起先 你那个是否可以负担得起先 这就等于香港现在买楼 银行压力测试 当然最近来说 政府就放宽了 不再需要强行银行做压力测试 银行做的话 他们自己做 不是政府命令一定要做 但是 这个情况就是 当然做压力测试 借到钱的话 他觉得你是否有能力偿还 有能力偿还的话 那没问题 对不对 好了 所以 如果从一个国家 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力偿还呢 一个比较多的 或者普遍的做法就是 看看负债 占国家的GDP 比例是怎样 老实说 这就等于借钱买楼 那银行就说 你的收入和其他财政支出 以你借金额和收入来说 看看比例上是否 是一个银行觉得 都是觉得可以接受到的风险 他觉得是否应该有多大机会 可以还到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判断 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图 总负债占美国的GDP 其实在过去70年来说 其实也是有上升了 但不是一条直线上升 因为其实你看到 譬如说总负债占GDP的比例来说 由50年代头 一路去到70年代尾 80年代头的时候 其实就相对比较平均一些 但去到80年代中后期来说 总负债的比例 相对于GDP又再上升了 接着去到80年代尾 接着去到99年或者2000几年之前 又平了一段时间 接着又再上升 然后又平了一段时间 又再上升 其实在美国来说 这个总负债占的GDP 它就不是持续地直线上升 而是分阶段上升 即是当经济相对比较稳定 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整体总负债就会维持一段 相对比较平的一个区域 但可能出现一些经济问题 需要囚集资金 政府要加大一些财政的负担 那时候当然要借多些钱 所以那段时间 又会将负债和GDP的比例 又再推高 所以其实是分开阶段性去进行 去改变 而另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看回这四个不同的债的总类 它占的GDP的比例 其实也有些变化 一直以来 比较多的是 觉得美国政府的负债 一直持续地高速地上升 特别在过去这几年 这件事就令到很多经济学家都非常担心 也令到很多人有一些抹日论 说如果美国财政的情况 不想办法改善的话 一发不可收拾一爆煲的话 就真的全世界都搞不定了 如果我们看回这个图里面 这个紫色的部分 因为紫色就是美国国家的负债 占GDP比例 如果这样看的话 其实挺有趣的 因为你看到 从50年代头 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 这个美国政府的负债 是减少了的 那个紫色的部分 从50年代头的时候 因为当时来说 我好像过去都说过 因为二次大战争的时候 美国政府是需要大量发债 去筹集资金 去应付战事方面的洗费 是很大的洗费 所以打完仗之后 因为50年代头 刚刚打完仗之后没多久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负债 当然占GDP比例很大 但是随后那几十年 随着美国的经济高速地增长 高速地膨胀 所以总负债 占GDP比例就缩减了 但不要忘记 其实整体负债 是没有少过的 因为之前那张图 我们也见过 其实过去七十多年来说 基本上总负债 是没有什么变成 始终上升的 不过比例上来说 占GDP比例是减了 即是健康了 但很有趣 整个美国总负债 占GDP比例 其实那段时间是没有太大收缩的 即是说政府的负债 相对比例上减少了 但是个人的负债 和企业的负债 就增加了 其实那个情况也不难理解 因为都说了 那段时间 美国经济有一个高速的增长 高速增长代表什么呢 代表越来越多的企业 新的企业出现 新的企业需要发挥 因为经济增长 所以大家都想把握机会 发展得更加快 那时候就要借钱了 所以你借钱的话 所以企业的负责就增加了 同一时间 经济好 工作就业的情况就非常理想 又要人工加 于是大家都想吃好点 住好点 于是借钱买楼 消费 所以在那段时间来说 美国政府相对的负债的比例就减少了 但是个人 包括家庭 和企业的负债的比例就增加了 其实这就是有所抵消 即是一正一负的情况 好了 如果我们把时间看近一点 不要说到那么远 看回过去的十年来说 特别是次案风暴爆煲之后 然后再加上就是 几年前的新冠疫情 所以在过去的十几年 就经历了两个比较大的 一个对经济上 所带来的震荡 打击的话 所以美国政府 由08年打后来说 就需要加大财政的刺激 财政的支出 去稳定经济 所以在那段时间来说 紫色这部分是明显地扩大了很多 但是有趣的是 这个家庭 即是个人 负债相对比例 其实是减了 看绿色的部分来说 由大概2009年 到近期来说 其实绿色的部分 是收窄了 而企业的部分 其实就相对比较稳定些 即是企业的部分 是有些增长的 但又不是大幅地增长 所以 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来说 美国政府是承担了 稳定和刺激经济的情况 相对来说 个人和企业的负债 就相对比较稳定 相对于GDP来说 如果用另一个图去看 就更加明显了 这个图 即是看回 四范 地方政府负债 国家级的负债 个人和家庭的负债 和企业负债来说 看过去的七十多年的变化 也很明显 就更加反映了刚才所说的 在五十年代 战后初期来说 当时美国政府的负债是最重的 但是一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段时间 由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三十年来说 美国政府相对的负债就缩减了 家庭和企业的负债 就相对膨胀了 就明显地了 好了 去到零八零九年的时候 那时候次岸风暴之后 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经济萎缩 所以那段时间来说 因为加上楼市大幅萎缩 所以家庭的负债就减低了 而企业的负债比例也下降了 而美国政府的负债就扩张了 所以这就是因为 有需要做些事情出来 去稳定美国经济 所以美国政府就承担了 它应该要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那个情况 而最后来说 我想要看就是那个growth rate 那些人就说 持续地增长 是不是真的一直持续地增长 你看这个数字在增加 但问题就是 你要看那个趋势变化 增长是从实质数字增长了 但如果增长其实正在放慢 这件事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是 你的负债不断增加 而是你完全失控地增加 你完全没有计划 没有意识 没有准备去控制 你的负债增加 那么不负责任的政府 这个就是最大问题 这个就是很多拉丁美洲 一些新兴市场的经济 政府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负债不断增加 还要高速地膨胀 因为它完全没有计划 没有意识 没有准备去控制这个情况 所以就失控了 于是就造成一个爆布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看回美国的情况来说 这个图也就是看回不同的债务 这个是看回年度增长的情况 其实如果这样看的话 你会看到年度增长的情况 过去这七十多年来说 其实不是说是一直持续上升 其实相对是稳定 甚至如果你看回过去这十多年来说 无论是家庭式的债务的增长率 企业或者是甚至乎政府 政府就是止息的部分 你看到政府负债的增长率来说 在08、09年的时候 增长率是最高的 因为当时水深火热 经济也出现了一个 就是环球的一个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不担起投家的话 那谁要担起投家呢 所以美国政府当时的负债 就是高速的膨胀 但其实你看到 由09、08年之后 打后来说 其实是仍然负债持续增加 但其实增加的速度来说 其实是有一个放慢的情况 这个起码看到就是 美国政府不是乱来 完全没有意识地 不断只是为了增加负债 而增加负债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所以我想那个重点就是 我们再说回来说 不是说我们支持任何国家 不断去借钱 你借钱 你有一个意识 你有一个目的去做 而不是毫无目的 就是为了可能 譬如说买好收买人心 你不断去派钱 就是很多新兴市场 都出现这个情况 就是这些是 就是民粹国家来说 特别轻轻做这件事 就是派钱去买好买票 其实出现这个情况来说 就是一个 就是真的需要担心的情况 但是如果看回美国的情况来说 不可以只是很单纯地说 那个总负债持续地上升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其实就真的太过 就是肤浅片面这件事 那当然了 就是我们这些二流分析员 有很多更加有名望的 更加出名的分析员 经济学家都说 美国的总负债 很大问题 那当然我不是说他们 就是不对 那关注是需要关注 问题是你关注的话 那你对整件事情的话 你要有多深一层的理解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那最后呢 就是说到这个美国的经济来说 那当然了 今年来说的话 就是美国大选之年 那么近期呢 看到有一个插图呢 都挺搞笑的 我看完那张插图呢 我真的笑了一会儿 那张插图呢 就是说 就是说应该是几个月之后的事 这个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呢 就进行这个 这个 就是 对 辩论 那张插图呢 都很好玩的 其中一个就是特朗普 特朗普都如无以外的了 他肯定是代表这个 就是美国人参选的了 但是特朗普旁边呢 就有个 应该是类似 警务人员或者肉侄那样 而那张插图里面呢 特朗普呢 就穿着一件橙色的 就是在美国来说 就是囚监 就是 的衣服就是 橙色的 就是搞笑地 就说这个 就是 美国总统的候选人 其中一个呢 就是要穿着这个 监等的衣服 去做一个辩论 但是另外呢 他的对手 那当然是拜登啦 那都不好了多少 因为那张插图上面呢 就是所说的拜登呢 就是要吊着盐水 旁边呢 就有个医务人员在他旁边看着 所以呢 两个这个 这个总统的候选人呢 都有 旁边也有个人陪着他的 不过呢 这个 特朗普呢 就是一个 一个 就是浴警 而这个拜登呢 就是一个医生 就是因为他的健康上 大家都比较担心些 始终他的年纪都比较大一点 所以呢 就是这个都是一个 挺搞笑的情况 事实上呢 就是今年来说的话 美国的总统的一个竞选 其实我也真的觉得 唉 真是没眼看的 老实说 一个70到1 一个80多岁的人 老人家 唉 老实说 就是一般人来说 去到这个年纪的话 就真的已经是 就是 坐下 可以退休 OK 喝一下咖啡 喝杯茶好过 吃点饼 OK 就是还搞这样的事情呢 其实真的挺搞笑的 就是 也都就是 令到人呢 就是不能 就是不能不想 到底美国是不是真的 已经再没有人 OK 能够胜任呢 OK 要找两个这样的 就是啊 就是 一个是 就是啊 就是啊 既要坐牢啦 另外一个就是啊 就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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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人注意身体状况的人去做一个候选人 实际上是挺可笑的 好了,今天的散打 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 可能大家未必是特别的觉得有时间性 或者有谈论性的一个话题 但是我想就是对有兴趣理解 或者关心一些经济的朋友来说的话 我也是从不过句 有时候看回媒体上的一些评论 甚至乎一些有名的分析员 或者经济学家的评论来说的话 其实都不能够就这样听完之后就照单传授 有时候有些东西是真的要问多点、想多点 还有要了解多点 当然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这么多资料在手上 但是起码你要尝试去想多点 还有要了解多点 这个就是重要的事情 好了,今天的散打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跟大家再谈另一些话题 OK,大家 take care,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